各位好,在这样一个夜色渐浓的秋天的夜晚,我要与你相遇在《十点读书》里了,我是林静 今天能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文章 布鲁克林,忍着一生,不认命,才能活出自己 作者是吴白吉 如果喜欢我们的文章,你别忘记了,在文末给我们点个赞看 二战后,爱尔兰经济日益衰弱,整个国家陷入萧条和茫然中 许多年轻人整日无所事事,空虚徘徊 任由自己的命运被时代国险 在岁月的浪潮里随波逐流 曾获得奥斯卡奖三项提名的电影《布鲁克林》 便讲述了这个特殊时期的故事 影片中带爱尔兰女孩爱丽丝为生活缩破 不得不只身一人远赴他乡 他果断坚定地抓住了三次有命运抛来的橄榄枝 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 其实,无论是谁,曾经都或多或少受过命运的眷顾 只不过有的人能抓住机会,顺势改变命运 而有的人则对这些机会视而不见 当你看完《布鲁克林》就会明白 命运从来没有天定二字 只要你不甘平庸,勇于改变 就能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 机会得自己争 爱丽丝出生在爱尔兰一个地色的小镇上 她虽上过学,却一直没有工作机会 所以只能和母亲一样 依靠姐姐的工资,勉强度日 爱丽丝的姐姐罗斯,美丽,热情,有魅力 是镇上一家公司的会计,还是高尔夫俱乐部织花 与姐姐相比,爱丽丝普通,腼腆,毫无活力 简直就是镇上的小透明 为了不完全依靠姐姐,也为了帮家里减轻负担 爱丽丝主动找到老板凯丽,想要一份兼职工作 可即便得到了一份工作 她的生活依旧卑微而无奈,没有任何改善 上班时,老板尖酸刻薄 把她当作一个叫花子般,呼来喝去 闲暇时,她经常参加小镇舞会 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关注 当你一无所有时,没人会搭理你 但正是这一无所有,才是你拼搏的理由 有一次,姐姐罗斯的朋友来家做客时 听说了爱丽丝的遭遇后,表示非常吃惊 她告诉爱丽丝,在美国有很多薪水不错的工作 尤其是在一个叫布鲁克林的城市 只要你努力诚实,受过教育 就能得到白领的工作薪资 你们考虑一下,这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特别是爱丽丝还这么年轻 罗斯的朋友临走前留下这么一句话 这一晚,爱丽丝失眠了 她躺在床上反复想着罗斯朋友临走时 说的那句话 布鲁克林,我甚至没听过这个名字 我到了那里能适应吗? 我能胜任那里的工作吗? 二十几年了,我从来没有离开小镇 想到这里,爱丽丝又坐起来 回想了一下自己在小镇上的现状 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确切的未来 甚至没有独立的生活 未来会如何,她不敢想 难道这辈子我注定就这样了吗? 我只能等待命运随意地安排吗? 我自己难道什么也做不了吗? 历经了几番痛苦的挣扎 爱丽丝终于意识到 这是一次绝无仅有的机会 她必须牢牢抓住 她必须有一份真正的工作和收入 她必须成为一个完整独立的人 所以她要离开小镇 曾听过一句话 人生中最困难者莫过于选择 面对未知,恐惧是人的天性 是蜷缩在熟悉的小镇继续挣扎 等待命运的橄榄枝砸向自己 还是踏进陌生的城市重新开始 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呢? 爱丽丝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但她知道自己不想一直被困在现在的处境里 她需要勇敢地做出选择 命运得自己改 托尔斯泰曾说 人的一切变化 一切魅力 一切美 都是由光明和阴影构成的 爱丽丝带着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矛盾而坚定地登上了通往布鲁克林的轮船 在罗斯朋友的介绍下 她成为了一个百货商场的柜员 商场的工作很简单 爱丽丝一学就会 很快她就和那些老员工一样得心应手了 但爱丽丝远赴他乡来到布鲁克林 可不只是想做个柜员 爱丽丝第一天上班的时候 就留意到了百货大楼里做办公室的白领 那才是她梦寐以求的工作 于是爱丽丝找到罗斯的朋友 坚定地告诉她 自己想学博计和会计 并且已经学过基础课程了 她希望可以在布鲁克林得到继续学习的机会 矛盾曾说 命运不过是失败者无聊的滋味 不过是诺切者的解嘲 我们的前途只能靠自己的意志 自己的努力来决定 爱丽丝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少女 变成了布鲁克林商场里成熟老练的桂园 虽说身份发生了极大变化 但她明白自己绝不能就此止步 必须真正拥有一技之长 这样才能有更多的选择 在罗斯朋友的帮助下 爱丽丝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布鲁克林学院学习 学校的课程安排很简凑 每天晚上三小时课程 中间只休息十分钟 爱丽丝有时来不及吃晚饭 只能在休息时间 用白开水就着面包匆忙咽下去 有时上完课外面下起了大雨 爱丽丝就把包聚在头顶上 在雨中飞奔 即使是下完雪路面结冰的恶劣天气 爱丽丝也从没错过一节课 忙碌的工作 充实的学习 善解人意的主管 和知识渊博的叶小老师 爱丽丝开始逐渐融入美国的生活 她不再是那个羞涩腼腆 一无是处的爱丽丝 她逐渐变得开朗自信 坚定从容 她会在圣诞节去教堂里 给吴家可归的人分发餐点 会自信地在柜台前 和最难产的客户做交易 也会在课堂上 主动向老师提问 她不再是懵懂的小女孩 她开始化妆 变得时髦 甚至美丽了许多 她穿上百货大楼里新买的裙子 去参加舞会 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曾经的舞会小透明 现在成了舞会的主角 在电影《哪吒之魔童将士》里 她已真人看到哪吒的坚韧和顽强 感慨道 如果你问我 人能否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也不知道 但我知道 不认命就是哪吒的命 人的命运 从来都只掌握在自己手里 爱丽丝背井离乡 终于在布鲁克林 有了一份自己的工作 但她却不甘平庸 坚定地报考了夜校 因为她明白 自己不想终其一生 被困在小小的柜台里 爱丽丝正在用自己的行动 一点点地改变命运 而她的未来 也在这一次次改变中 欲发明朗 幸福得自己写 曾听过一句话 幸福绝不是别人赐予的 而是一点一滴 在自己的生命中 铸造起来的 一个轻松平常的下午 爱丽丝被叫到办公室 罗斯的朋友 神色凝重地告诉她 罗斯死了 爱丽丝十分震惊 她很快安排好工作 学习 准备回小镇 陪年迈的母亲一段时间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曾经的丑小鸭爱丽丝 再次回到小镇上时 竟然成了所有人的焦点 整个小镇的人都在打听你 母亲骄傲地告诉爱丽丝 甚至凯丽都问起你了 还有你的朋友们 都希望你去拜访他们 爱丽丝发现 就连她走在街上 也会有其他女人 盯着她的长裙 长筒挖和皮鞋 诱惑着打量她晒黑的肤色 最后她每一次和母亲上街 那些曾经从不正眼看她的人 都夸她 衣服漂亮 发型成熟 小镇上最优秀的男孩 也成了爱丽丝 忠实的追求者 就连她曾经梦想的工作 也向她抛来了橄榄枝 公司的老板亲自约见爱丽丝 表示公司非常欢迎她 希望她能在公司认知 这一切都让爱丽丝觉得 如梦一般 不真实 后来闺蜜告诉爱丽丝 她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的她 成熟 稳重 自信 气质非凡 整个人都散发着光芒 熟悉的家乡 年迈的母亲 诱人的工作 优秀的追求者 所有这些 都在拼命地拉住爱丽丝 留下来 留下来不要走 留在小镇 你原本想要的一切都实现了 反程的日子越来越近 爱丽丝一次次痛苦地挣扎和徘徊 当她看到抽屉里布鲁克林寄来的那些信实 她再一次觉醒了 不 我不能留在这儿 我之所以成为全镇的焦点 正是因为 我到了他们没去过的地方 做了他们不敢做的事情 如果我回来了 时间一久 又会变成原来的自己 历史会再一次重演 想到这里 爱丽丝毅然决然地拿起了行李箱 她回布鲁克林了 爱丽丝的母亲这样告诉所有人 坐在火车上 爱丽丝想到这句话 差点笑了起来 她知道这对她的意义多么重大 此时的爱丽丝 再也不是两年前那个 一无所有的小女孩 她有工作 有能力 有爱人 更有梦想 这一切都是她主动向命运争取来的 西塞罗说 全部依靠自己 自身拥有一切的人 不可能不幸福 经历了这次返乡 爱丽丝深知 无论是工作 爱情还是尊重 都只能靠自己获得 勇敢地走出去 不断挑战 不断改变 才有可能收获真正的幸福 有人说 命运由天定 半点不由人 电影里 哪吒终是不信血 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 惊天决心 爱丽丝也同样坚信 命运应该由自己掌握 她不愿意靠姐姐的接济 毅然决定远赴他乡 她不肯永远站在柜台后 坚定地选择报考夜校 她不愿意停留在 安逸的旧圈子里 果断选择 再次出发 命运是条绳索 始终捆绑着人生 命运是条轨迹 是人前行的痕迹 但任命还是改命 都在自己 就如爱丽丝一样 我们这一生 只有抓住机会 才能顺势 改变命运 好了 今天的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守候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 更多美文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十点读书》 也请把我们推荐给 你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也祝各位美玩好梦 晚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